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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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大家終於來開場了 剛剛就是一片混亂 就是我朋友來送機 然後我爸媽也來送機 然後現在我要來就是登機了 剛剛買了一個玻璃酥 要給我的雪板 然後對 沒錢買別的水瓶 所以就只要在這邊蹲著 那就要登機了 等等見 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現在已經在飛機上 然後剛才空服人員已經給我們過夜包還有Menu 然後剛才其實我打不開我的這個過夜包 然後是隔壁的漂亮小姐幫我的 然後他是應該是歐洲人吧 他有一頭漂亮的紅髮 對 然後就是Menu 然後等一下就等吃飯 然後可能等一下來剪個影片之類的 這裡飛機上超大聲 我不知道我的無線買收不收得到 烤夜包有一個牙刷組 然後眼罩跟襪子 這是我的飛機餐 有個雞肉 Pasta 然後Apple Juice 這邊剩菜沙拉還有麵包 我現在來逛土耳其的棉睡店 這是很有名的藍眼睛 然後還有他們的零食 看 関眼睛的袋子 這是土耳其的咖啡 超級爆燙 我現在終於可以來個中場休息 你看我聲音都沒了 然後我現在呢 人在伊斯坦堡 也就是土耳其的機場 然後呢 我剛才去土耳其的 鹽睡店呢 買了一杯 就是他們 土耳其的咖啡 超級酷 然後很濃稠 可是我覺得 沒有到很好喝 然後 再來是我買了 他們的土耳其軟糖 在這裡 Turkish Delight 然後我覺得這個超級酷的 而且還有很多不一樣的味 但我不知道它好不好吃 總而言之 因為我超喜歡吃甜 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試試看 然後 然後 耶乾杯 等等要去德國了 哈囉大家 現在就是準備要飛到 德國的法蘭克福 然後呢 有一個小消息 就是 我現在換到窗邊的位子 就是剛剛有一個阿姨想要跟她老公一起坐 所以呢 就把我換到這個靠窗的位子 而且是白天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看得到風景 我等一下拍給你們看 超級幸運的 甚至沒有加錢購買 開箱早餐 一樣拿了蘋果汁 然後有水 然後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一個麵包 然後還會一瓶水 這是水 我要打開 西式的早餐 然後還有番茄 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現在超醜 因為沒化妝 就是我現在扛了超級多行李 然後一路衝 從那個機場那邊衝到現在這個是 一般去監測的火車站 我問了超久 然後還用手機訂票 真的是第一次這麼趕欸 然後差五分鐘 他等一下車子就要來了 希望沒事 跟大家更新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成功抵達德國的飯店 然後我們現在要在這邊住一晚 明天才會去宿舍 然後我現在跟我的 同學們 對 一起來的同學們 然後點東西吃 所以我這是第一次吃 德國的餐廳 然後他們在看菜單 然後 等等就知道好不好吃了 來了來了 我們點了 這三樣東西 火車站 剛剛忘記拍路上的風景了 還是什麼 就是一陣子 我們出發油油油油油油的 一陣子 很肥油油油油油 很肥油油油油油油 還蠻漂亮 而且我住撒冷甲房 然後很多東西都不用再採買 所以其實還蠻不錯的 然後對面的Fu真的超好 而且它採光超好的 然後呢 我今天呢 已經稍微的把我的窗給整理了一下 所以之後呢 有機會拍到Vlog的時候 再跟大家做介紹 然後現在呢 就是我要去註冊 然後我跟我學伴約兩點 然後差不多十五分鐘之後 我就要下樓 現在準備的文件呢 就是我的Passport 我的護照 還有我的保險證明 跟 我的入住證明 然後今天就是去註冊拿新生包 然後之後應該就是 會去逛一下超市吧 因為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買期 反正總而言之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德國的環境長什麼樣子 我是覺得還蠻古色古香的 很漂亮 那我們就帶大家去看看 把我的書包給整理好 把文件放進去 最重要的是我的手機 我現在都用這個電子 掛在身上 然後這個熊熊是那個 我的鑰匙還有我的 國際學生證都在裡面 當然要出門了 Let's go 他有長鬍鬚耶 好可愛唷 好可愛唷 我現在在德國的校園裡面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建築物 我覺得很古 古色古香 就很漂亮 就是我喜歡的蠻色調 很像秋天的感覺 可是明明是春天 然後現在跟我的兩個 自新的同學 然後還有我的學伴 要去註冊 給大家看看校園 我第一次來到這種地方 好興奮 好興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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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哈囉 我現在終於回到宿舍了 然後我剛才拿到我的新生袋 然後還有一些我的學生證啊 有的沒的 然後他會講一下 新生訓練要幹嘛之類的 然後我現在要跟大家開一下我的新生袋 因為都有一大堆DNA 就是什麼 他們學校的資料之類的 就沒有很有興趣 然後還有 還有名片嗎 Emergency Card 緊急聯絡的卡片 然後他們給了這個像MEMO紙的東西 還有剛剛那個 我想開箱給你們看我學生證 因為唷 他剛才給我 我今天早上才寫信跟他說 我想換照片 結果他說來不及已經印了 那我想要用我學生簽證那一張 就是穿制服的證件照 但沒辦法 找到了 在這裡 好可愛 我的學生證 好好看喔 他是藍色很有質感 還用套子幫我裝著耶 好好看 還不錯還不錯 雖然我那張照片沒有很喜歡 但好啦 也是不錯 雖然有點難過 因為我超想用學生證那一張 好 不管了 總而言之 差不多就這些東西 哈囉大家早安 今天已經不知道第幾天了 但今天就是我們帶著電腦要來 就是註冊這裡的一些線上教學的東西 然後晚上好像還有一個活動 就是好像認識彼此之類的 然後我現在就是在這裡等待 大家來這裡簽到之類的 我現在呢在學課 下午三點多了吧 然後呢 我們的課表就這樣密密麻麻的 然後結果很幸運的是 我現在選的三兩課呢 都沒有撞課 然後都在不同天 所以就等於是 我現在要排一二三上課 然後四五六日休假 然後就可以可能 比如說四天就可以去旅行之類的 就比較好安排時間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滿幸運的 然後都沒有上課 一切順利 我們的課表真的是超級密密麻麻 然後每一堂課可能就是 在這種課 這個時間裡面有四堂課這樣 所以就是你要確認說 你有沒有選到這個一樣的 反正就不能選 然後我就選了這個 我選三堂 反正超少的 大概就這樣 我現在呢已經回到家了 然後因為我住的是亞房 然後又有三個台灣人 所以現在呢 五個台灣人在我們的家裡面 一起煮飯 我覺得這超溫馨 想要記錄這一切 給大家看看 就是 千千他在弄他的東西 哈囉 這邊有那個桌子 然後這是我的烏龍麵 等一下我要用青菜來吃 不用了 他們等一下要煮泡麵 我要吃那個 Waffle 大廚大廚 我再去看看 四堂 大家早安 今天是這個禮拜的最後一天 就是禮拜五 然後我要跟大家講一件非常鳥的事情 就是我剛剛把我自己給鎖在門外 我剛剛真的差點崩潰 因為呢 如果今天鎖上 今天禮拜五嘛 然後這個學校宿舍的Housekeeper 他禮拜一才上課 不對 上班 所以如果我要等他來 我要在這邊睡兩天呢 我要在外面睡兩天 怎麼可能 然後我就趕快 因為我昨天有去跟那個 宿舍人一起社交 然後他們就 趕快上來幫我用卡 這樣子開門 我就 差點出事 好 沒事現在我們是 美好的禮拜六早晨 我準備了超級豐盛的早餐 我這輩子下廚的次數 大概不超過15次啊 我現在要開始每天自己準備三餐 然後靠場我自己 就是優格 然後一個起司蛋吐司 然後跟我的葡萄 這些餐加起來可能不到80塊 對還蠻省的 那我就開燈了 我突然發現啊 這禮拜是茶餐有點多 那 反正你還慢慢煎 對 現在台灣真的買不到蛋 但這邊的蛋很便宜 嗯 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結束了 因為這禮拜有點忙 我可能要先把這禮拜的素材全部剪完 然後之後再拍多一點Vlog給大家 嗯 那最怕有東西 那我們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等一下下方幫我看一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 如果想要出去做的話 可以到Instagram 或Facebook 和專輪廣房 那我們下次見再見 掰掰 Cheers 鑽巴 那我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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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C1 C1 C2 C2 C2